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 各種基礎設施等等的保障安全 我們會用各種的方法 至於具體對於特定對象等等的約制 等定案後會向大家報告 柯P今天連向了您兩次有夠不要連 您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今天因為行政宴會非常的忙碌 又要注意颱風的動向 我就是認真的在崗位上把工作做好 沒有去注意到誰講了什麼政治的話 也不會在意 你會不會覺得他因為要選總統 你現在是孔子而已 我因為也不曉得他講什麼 也不在意 所以也沒有評論 因為我們說到要把你的崗位做好 柯市長他說如果蔡總統有做好的話 我們都注意到要讓人民滿意是要更努力 尤其就是要堅守崗位 所以總統在崗位上為台灣拼外交 我在崗位上為整個內政各個方面做福國利民的事 我們都是堅守崗位 都是心無旁駛 就是希望台灣更好 院長他說他罵你 又有說他罵你是領向往來的 我對於人家怎麼樣子 不是那麼在意 而是在意 有沒有把工作做好 有沒有把崗位鎖好 同時台灣真的方方面便 像隨時颱風來 像隨時有各種方面需要政府為人民做事 相信會做事的政府 用心在照顧人民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期待 現在總統去拼外交啊 結果現在又有假訊息 有網友說蔡總統到海域4個小時送人家45億 還抱怨說高雄跟隔日只給5千多萬 這個很多境外的勢力 或者不安好心的人 用各種假帳號講訊息各種方面 來利用台灣的開放社會民主的體制 要破壞我們的民主 是我們要大家一起來警惕 共同來守護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同時政府也會跟各種平台合作 來防止台灣的民主被破壞 防止假信息的流竄 同時有些公眾人物動見觀瞻 講話做各個方面 也都希望能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安定繁榮來努力 不要自己來做發布假信息 散布各種不對的謠言 這樣是對不起社會國家的栽培 林非凡說2020要非韓家園 您認同嗎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也沒有評論 因為NCC有約談中天的新聞 我不知道各該主管機關的各種 執行業務或公務上的那麼細節 不過總體來說就是台灣民主自由開放 是多少代人的努力才有 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所好 你看香港人民為了一個自由為了民主 他們現在要那麼樣的辛苦 我們更應該警惕我們的民主自由不要被破壞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